茶余饭后一杯茶一部电影 今天带你们看一部关于一通修修电话引发尴尬事件的电影 我的PS搭档 想了解两位陌生人在电话做什么的小伙伴要看完哦 贤盛是个无业游民 整天浑浑噩噩 一心想成为一名创作歌手 但是歌手道路坎坷 至今还没有成效 在一个朋友聚会上 贤盛和他的前女友苏妍都去了 聚叹中途 苏妍因为临时有事而走开了 贤盛想和他再聊术语 便追了出去 结果发现前女友既然这么快就有了新婚 还是一位高富帅 受到刺激的贤盛对朋友打发雷霆 喝到家后的他更是彻眼难眠 晚上接到一个莫名的电话 在电话那头是素不相识的允静 在允静的一番色情诱惑下 贤盛在自家客厅沙发进行了一次痛快的释放 等到贤盛说话 允静才明白自己打错了电话 本来是打给自己老公的 却打错打到贤盛的手机 贤盛还以为是特殊服务 还追问有没有上门服务 允静尴尬无比 连忙挂掉电话 隔天允静和闺蜜一同逛街买衣服 允静也和闺蜜们说了 昨晚的电话作爱的事情 引得闺蜜们憨笑 而闺蜜们也不经意间问到了允静的男友 成俊为何还不娶允静为妻 并且两人已经很久没有发生过性生活了 在允静和男友交往的五周年上 两人邀约餐厅共进晚餐 痴迷的允静看了看桌上的小盒子 以为是男友给自己准备的戒指 想在今晚向自己求婚 打开前允静还说了男友多么的贴心多么的好 但是打开后 允静被盒子里的发家惊讶到 但还是表现出自己很喜欢的样子 另一边 闲胜回想和前女友吵架的情景 自己因为事业上没有成效 在家被前女友嫌弃 两人大吵 闲胜砸毁了苏颜送的名贵吉他 随后两人一拍即散 闲胜一人跑去和好友喝酒聊天 晚上孤独的闲胜一人走在街上 他打电话给前女友却听到了两人打情骂俏的声音 那种画面难以想象 为排忧解愁 闲胜打电话给了前段时间打错电话的允静 发泄自己的情绪 两人在电话里大骂起来 而当闲胜要以那晚的录音发到网上为威胁时 允静才被迫选择妥协 最后两人都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相互道歉 接着两人就开始相互倾诉自己的不幸遭遇 而允静和男友成俊的两人生活 也有些渐行渐远 成俊总是找理由不和自己亲密 一次雨天 允静开车 看到路上有一个长得很像成俊的人 在和另一个女人亲密 允静不愿相信是他的男友 但最后 事实还是证明了成俊确实出轨了 允静不愿和男友分手 喝醉酒的允静拨打了贤胜的电话 两人第一次见面就干柴烈火的发生了关系 允静劝说贤胜和前女友复合 贤胜一番准备打算和苏妍复合 但是却无功而返 失落的贤胜独自一人在雨里淋雨 是允静把她拉回了家 后来 成俊意外地向允静求婚了 并表示 能和自己一起走下去的只有她 在得知允静被人求婚后 伤心的贤胜打架发泄 险些被捕 而这时 贤胜的前女友苏妍也选择了和贤胜复合 两人和好如初 一段时间后 允静和成俊准备结婚 贤胜得知了消息 鼓起勇气去了婚礼现场 在婚礼现场演绎了一首 他们俩合作创作的歌曲 允静感动得流泪 最终都没有选择和谁在一起 一人逃离了婚礼现场 多年以后 允静成为了一名女性内衣设计师 而贤胜也成了一名作曲家 一次的偶然机会 两人在电台里遇到 两人相互施爱 后来就在一起了 真正的爱情是两厢情愿 情投意合的 缘分这种东西是不能强迫的 契机到了 缘分自然也就来了 默然回首 其实爱情就在自己身边 想要获得爱情 就需要有双发现爱的眼睛 去寻觅你的爱情 爱的喜讯或许会迟到 但是爱你的人却从未学习